時序進入了12月,天氣是越來越冷 尤其是早晚和中午的溫差相當大 從被挖走出來都覺得很辛苦 桃園郵局就選在今天在文昌公園宴請的獨居老人和韓氏 也讓郵局的員工上台表演 而桃園分局的警員也在附近發送暖暖包 希望韓氏們也能夠溫暖過冬 舞台上認真演出台下的觀眾們也是做得滿滿滿 這也是桃園區的文昌公園 也是桃園郵局舉辦年終送暖活動的現場 邀請到了獨居長者和韓氏們一同出席活動 現場除了準備吃著喝的讓大家一起同樂 而在活動外頭也有桃園分局的員警在派發暖暖包 你自己會去買嗎? 我哪有錢買 你再回去吃冷的時候你會說 你放在口袋裡面 你放在口袋裡面它才會保暖 保暖它才會發熱,你不要一直拿著喔 不只發送暖暖包,以免也教街友們使用的方式 天氣越來越冷,為了怕街友們在街頭受動 桃園分局也在幾個他們常出沒的地方來發送暖暖包 雖然中午時分不是太冷,但預先做好準備 才可以應對每個寒冷的夜晚 結果我們看到警察來發暖暖包 看起來都想當開心 真的很冷,謝謝 近期因為這個寒流來時 晚間氣候比較寒冷 那為了兼顧街友的安全 我們桃園警分局今天特地自證街友暖暖包 那希望說在溫度比較低的這個晚上 那他們可以拿這個暖暖包來取暖 來保護自己的這個身體健康 隨著冬天來臨,日夜溫差大 提醒市民朋友別忘了多加衣服替身體保暖 如果有餘力還可以再多多關心 還有哪一些人還在寒天裡發抖 需要我們送上一份溫暖 桃園新聞,陳彥任桃園採訪報導